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再介绍一款 在安卓手机端的科学上网的微频软件 这个微频软件呢 也是我平时经常使用的 速度呢 是非常的快 一般观看1080p4k的视频呢 也没有任何的卡顿 好 那下面呢 咱们就开始 好 现在呢 我把我手机已经偷拼到了电脑上 我们来操作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谷歌的play商店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谷歌play商店了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搜索一个应用 叫原子加速器 这个就是我们要搜索的 第三个就是 我们现在点开它 好 因为呢 我已经安装了 所以说呢 它现在显示的是打开 如果你没安装的话 它这个绿框里边应该显示的是安装 这个APP呢 它是一个VPN的加速器 并且呢 它是非常安全和稳定的 网速呢 也是非常的快 看4K和1080P的视频 没有任何的卡顿 而且呢 它这里边的这个节点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这个评分呢 是4.5分 然后下面呢 有一些评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评论呢 就能说明 这个VPN软件 到底好用不好用了 下面呢 我们来连接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安装好的 原子加速器 我们现在点开它 大家能够看到 它的这个操作界面呢 非常的简单 这个左上角呢 是它可以连接的 各个国家的节点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些节点呢 大家能看到非常的多 各个国家的全都有 它这些节点的品质呢 也是非常低的 就说明这个节点质量呢 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点击底下的按钮 连接就可以了 现在呢 已经连接上了 然后呢 我们退出 然后我们打开油管 好 我现在呢 已经打开了YouTube了 然后我们看一个视频 这个呢 也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画质 给它调高到1080P 刚才我已经给调到1080P了 大家看到这个切换 也是非常的快 然后呢 这个APP软件呢 我们既可以从谷歌商店下载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 安卓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 我在之前发布过一个视频 是介绍其他的 安卓应用商店的 然后呢 在本期视频下方的描述区里边 我也会把我之前发布的这个 关于安卓应用商店的 这个视频 会放在里边 大家呢 可以去观看